我覺得這個黎巴嫩Vivico的產劇 是恐攻展出的一個新業 它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是全面性的 非常慘烈的 非常血淋淋的 但是它是一個低科技 高智慧 有耐心 低成本 因為沒有人需要死掉 它這個行動的一方 不需要賠出任何一條命 但是這個震撼性是很大 尤其台灣也莫名其妙的捲進去了 我們台灣其實這個金阿波羅 是很恐慌的 因為它急著要澄清跟切割 因為它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被拖下去 然後被報復 趕快說這個跟我沒關係 但是不管怎麼樣 蛛絲馬跡這個金阿波羅 不是完全沒關係 要不然你怎麼美賣一架 你還抽15塊美金呢 這15塊美金從何而來呢 根據什麼東西 你有權利抽這一筆錢呢 我覺得要回到那個VAC 那個VAC是以色列情報單位的 一個空殼公司 它這公司不是只有台灣有 台灣有 但是也是一個空殼 也是註冊 沒有人上班 然後跟人家合租一個辦公室 6月就退租了 那VAC在台灣有 在保加利亞有 在匈牙利有 還有挪威也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恐怕是一個下單的單位 它大概跟這個金阿波羅談條件 比如說賣多少 你要抽多少 從什麼地方出貨 所以我們台灣拼命去講說 我們這裡沒有出貨 我們有的話也知道 美國跟歐洲 沒有直接去利巴南 這點我恐怕相信 因為大阿開是別的地方製造 因為這是簡單的東西 沒有那麼複雜 但金阿波羅憑什麼抽錢 大阿開也有一點小技巧 他授權說 你照我這樣做的話 你要給我15塊 還有他的民意 民意很大 因為他在這行業裡面 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最後台灣是 有金無血躲過這一場悲劇 為什麼 第一 我們大概沒有人曉得 VAC是以色列的公司 第二點 我們大概不曉得 這個東西賣出去以後 不管直接進階 從什麼地方賣出去 大概沒有人曉得 這個會變作用來當恐攻的工具 要不然你看很多地方 飛彈一射出去爆炸以後 你看裡面都有晶片鞋 Made in Taiwan 如果那個也有責任的話 那我們台灣這個責任 是永遠負不清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醒一點 在目前東西方這麼惡鬥 這個鬥了不破 這個往前於火 往破於死 還有中國越強 我稱得強調一點 中國越強 台灣越安全 在這種情勢之下 台灣的角色 我跟你講你晶片當然照做 VVCore當然也 現在沒有人流行這個東西 但是不會是直接的 但是現在台灣這幾年 有一種奇怪 而且很矛盾的氛圍 就是說軍火工業 是非常有potential 非常有潛能的未來 台灣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我覺得真正的軍火產業 而且以出口為導向的 我覺得台灣要慎思 我跟你講恐怕不應該 往那條路去走 如果連全世界都看成 台灣是軍火工業重鎮的話 我覺得是莫名其妙的 招來無端的麻煩跟困擾 今天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想剛剛趙先生 以及我們第一段來賓講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像有人講說 告誡男人遇到女人 如果說現殷勤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潘安戰士 重點在於是說你要去懷疑說 為什麼人家用15塊美金 來跟你去買這樣的一個授權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某種程度上還是有責任 我也相信這個從至始至終 我們台灣廠商不會想要去參與 任何的一個恐怖攻擊 或是說我們也不會 跟恐怖攻擊劃上關係 但目前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一 為什麼會用made in Taiwan 或者是說甚至還有對講機 是made in Japan 不管怎麼樣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是這種 製造產品的一個翹楚的佼佼者 所以國安單位一定是趕快介入調查 如果說調查屬實的話 外交部 訴發部 幾個部會都應該要大力宣傳 趕快來對世界 對國際來發聲 這第一個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目前為止好像看起來 還是相對動作慢半拍 尤其為什麼會點名訴發部 因為訴發部不要忘記 訴發部成立兩年多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預算都一直強調是說 他要跟國際接軌 國際交流 甚至有這個民主網路師 是要跟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線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也要發揮 你這些功能 跟這些國家好好的去宣傳 說明清楚 再者 第二個部分 後續我們也要針對這些對講機 或說相關的BB Code設備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控管 或說出口的一個 檢視查核的一個部分 我想身為台灣 身為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也要擅盡我們自己的責任 不過拉回來在這個事件上面 恐怖攻擊 我覺得三句話來說 這是一個激進的攻擊 但是它是低度的科技 並且情報的掌握有沒有缺失 為什麼會講 激進攻擊當然炸彈攻擊非常激進 但是低度的科技 其實這樣的一個科技 並不是現在才發生 你要想BB Code的 這樣的無線通訊的一個設備 30年前就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電影裡面 也都有去演出 不管是用BB Code 用手機等等 其實訊號的來操 遠端操作都有可能性的 但是在情報的一個掌握上面 是不是這個國與國之間的 一個情報掌握 還有炸彈從哪邊來 以及最後我們必須要說 中東的戰火會不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而中東戰火如果研發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世界的動盪 其實是不利的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戰火的延燒 其實對於世界各國 某些鷹派勢力來講 它反而會激起 它的鷹派勢力的抬頭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事件裡面 能夠盡速的一個平息 會不會後續而造成 中東戰火的一個延燒 國際社會其他比較有能力 阻止影響的國家 能夠怎麼樣介入 我想這是我們後續關注的 現在唯一可能 非同小可能 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它裡頭的問題 處在哪裡 因為這個兩個消息是矛盾的 因為以色列提醒我們 我們有東西賣到黎巴嫩 但是如果今天的事變 最後的操控者是以色列的 那你賣去黎巴嫩的東西 是我要用的東西 我何必自己把這個挖出來 讓你台灣 提醒你台灣 所以這個東西是 這個跟那個區的東西 是以色列最後用的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金阿波羅沒有那麼單純 就是說第一個你今天是 我舉個例子 你今天在印度做的 Toyota也是Toyota 你今天金阿波羅 授權給別的廠商 你說是貼牌 其實你就是授權人家製造 所以你不能說我金阿波羅 沒有賣給這些人 這個不是我的呼叫器 它就是你的呼叫器 如果我是金阿波羅的話 我應該會講得更硬 我應該會說 這是我們跟他簽了約 由他來經過我們授權製造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授權 他把這個暴力業務放進去 這完全違反我們的授權協議 所以我會追究他的法律責任 正常人應該會這樣講 假如你是Toyota的老闆 你的廠商店家裡面放了炸藥 你一定會這樣講 為什麼他的態度很曖昧 他只說我是貼牌 然後感覺這否認也沒有 就是也沒有切得很乾淨 然後又是金阿波 然後那個BAC的這個 Consultant在台灣的辦公室的人 又是他自己公司出去的人 我覺得後面好像還有很多故事 好 剛剛其實趙大哥提到 納坦雅胡 就是提到尾巴和談 其實納坦雅胡 以色列總理已經講了說不可能 他不想和談 因為主要是他自己在國內 他之前要削減大法官的權力 他不要讓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 他要擴張內閣的權限 然後造成反對派非常大的批評 他自己又有貪腐的問題 所以他大概知道戰事只要一結束 他就會被逼著下台 所以他不斷的在擴張戰事 今天以色列這個做法 其實最大的問題 是他是違反戰爭人權法的 在日耐瓦公約裡面就有強調說 你今天對於從事戰爭的軍人 跟沒有從事參與戰爭的平民 你必須要差別對待 你不可以對平民 去進行這種攻擊 那今天顯然這個甚至不是 以色列甚至不是跟黎巴嫩 處於戰爭狀態 然後利用這個BB Call也好 利用這個Walky Talky 對講機也好 去攻擊平民的行為 我覺得這都已經太超過了 我還是覺得民眾黨 就NCC被割 這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重要 今天晚上我保證 沒有人討論這個東西 還有退為預算的人 總要想辦法把他再拉回來 你完全退為預算就不理他 沒有一個政黨敢這樣做 所以我還是希望 拉回到韓國瑜院長 在他們內部會議的部分 你被感動的地方 我跟你的地方不一樣 你輕易的被韓國瑜的愛感動 這個年頭政客的愛 比熱戀中男女的愛還不值錢 你知道嗎 你怎麼這麼輕易的被他感動 政客的愛多麼難得 什麼男女的愛 男女的電電都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也被他感動了 我被他感動哪一點 他在內部的會議講了一些 是我一天到晚在講 而國民黨的來賓在這裡 都當作有講沒有講 就不理我 因為理了就難看了 中間選民 他講基層的中間選民 不認同國民黨的做法 這個了不起 他感覺到 不過感覺到這點也沒有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願意講出來 這個了不起 但是下面我就不同意了 他講了一句話說 直的路不能走 就要走彎曲的路 所以彎曲的路也可以是吧 能夠達到目的 因為他後來又講 他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花東三法 你知道嗎 舉例 那個三法 我跟你講 傅昆琦跟你是好朋友 你大可勸他說 這個就不要了 你勸不退傅昆琦的想法 然後你到國民黨的內部會議裡頭 來發揮這一點 我覺得院長你可以再展示一下 你的魄力 因為這種做法 沒有辦法救國民黨 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我想再回過頭來 今天開議日這一天 主要因為新的會期 也就是明年 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是破天荒的3兆元 比今年2兆6千億還多了4千億 那你就會想 如果說你多了這4千億 到底用在哪裡 應該要編列的工糧收購 沒有編列 應該要編列的 原民進法補償條例 沒有編列 應該要編列的健保點值 1點等於0.95元 沒有編列 那你怎麼會還多出了4千億 所以民進黨政府在這一次的 總預算編列裡面 為什麼今天高金素媒委員會那麼生氣 因為他認為是說 你多增加4千億 平白 憑空多增加4千億 但是你應該法令三讀通過的 你反而沒有去編列 而我們看到很多增加的是什麼 宣傳費用 人事費用 還有這個光 電 水 費用等等的部分 補助台電1千億 是 沒有錯 所以說這一些才是今天問題所在 而還有一些民進黨委員 是適而非 帶風向 你先讓他進來 進來之後我們再來審查 審查才能失之討論 錯了 如果孫中會講這個話 代表你連立法委員的資格 你都不擄 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只能砍預算 不能增加預算 也因此今天行政部門 如果沒有編列的 你進來到審查裡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你增加 這是為什麼今天到最後是會退回 要求行政部門重新編列 重新調整 再者今天卓榮泰 高金素媒的講法是這樣子 他說他到卓榮泰院長的前面 卓榮泰院長還講是說 沒關係我們授權給原民會 來自行去做預算分配調整 那這樣子就更離譜了 為什麼 因為代表說 原民會他當初在行政部門 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他沒有爭取跟要求說 他應該要編列這樣的一個費用 而如果說他今天 在內部預算調整的話 那不就原本擠壓說 他原本業務費用 跟這個原本的預算嗎 所以怎麼樣來講都不對 另外一點你說NCC的人事的一個部分 我也認為說你既然已經刪讀通過 尤其是我們是7月16號 會期最後一天所刪讀通過的條例 尤其這個條例的立法精神是什麼 立法精神就要求是說 NCC的委員不得連續擔任這個委員 也因此翁伯仲他的任期已經到了 當然就不適宜再繼續擔任 沒想到我們立法通過的 都還可以持續被行政部門這樣子 來穿小鞋 並且來暗渡陳昌 而我就說在這個會期裡面 我們黨團內部一定會成立 所謂的人事審查小組 包括NCC委員 大法官 以及考試委員 對內我們黨團能夠團進團出 告訴我們黨團的委員 到底哪一個委員是可以通過 哪一個委員不能通過 對外我們也可以很好的 一個論述跟說法 能夠說服全國的民眾 我們絕對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不會全盤否定 也不會全盤接受 每一個委員 我們都會試他的專業 用專業審查嚴格把關的方式 來去做每個委員的判定 前法規會主委還是要說一下 就是違法 這個案子非常明確就是違法 因為台北 因為都市計畫法裡面 其實這個本案不是都市更新案件 所以根本不能去用 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 好 那你今天如果說 你是依據都市計畫法 去做細部計畫的變更 一般來講我們很少去允許 一個廠商自提都市計畫變更以後 要求非常低的回饋 以往通常是要三成 所以你看進化成那個案子 當他從工業區變成商業區的時候 當初就是要了三成的回饋 大家想想看 這個案子 當初好市府為什麼堅持說 應該是392吧 好 就說你原來是工業區 是392的容積 你變成商業區以後 這個案子已經變過了 所以你就要回到原來的容積 他就一直說沒有 你應該要就給我變成以後 我就是560了 這個案子的行政訴訟 是一支敗訴的 一支敗訴以後 但是柯市府決定說 我還是讓你就算贏了 小省敗訴 柯市府是勝的 說你沒有這個560 結果雖然威京集團敗訴了 他還說沒關係 我還是算你有560 讓你用560的基礎石上 我再幫你加20% 那這上面的利益就超過100億 好 你本身在都市計畫法裡面 違法的去適用 都市更新條例的容積獎勵的規範 好 而且在審議的過程中 還請了指示副市長去當PM 然後副市長在主持 檢察官那時候就有講 實際上在台北市議會的 調閱小組也發現 副市長以都委會主席的身分的時候 就特別去壓抑反對的意見 有18個委員的反對意見 都沒有獲得尊重 甚至是反對的委員 甚至都沒有獲得續聘 好 我們其實就要問 哪一個建案 哪獲得過這樣的青睞 好 客觀上違法是確定的 有沒有到柯文哲是打一個問號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柯文哲沒有指示 為什麼要去 彭副市長難道是傻瓜嗎 他就跳出來 扛這所有的事情嗎 邵秀沛難道就是 因為彭副市長的指示 就去當這個專案的去研究嗎 另外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案子其實都委會 已經說了不合規 已經把它退回去了 同一天就指示 這個都發局要成立專案小組 來研究 怎麼樣幫他解套 內政部也講了 沒有這種規定 你今天都委會的審查 就是裁判 你就是客觀的去看說 這個案子合不合規定 你沒有在發局裡面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去幫廠商研究說 你這個案子 我可不可以幫你怎麼修 修到合規 這就是圖利 還有什麼好講的 馬遜 他徵訊的次數增加了 我們外界 晚上節目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很矛盾的 他不希望你偵查 不公開的原則違背 但是如果真的不違背 你往上面的東西可談 但是我們可以去講說 他現在調人來問的次數頻繁了 為什麼頻繁 這又有兩種不同的猜法 一種是說他沒招了 所以拼命問沒東西 要問說有東西 一種就是說他在鞏固 他現在手上的證據 就快要破案了 快要破案了 到底哪一個 你不曉得 我就猜譬如 最近的回應是滿虛的 我跟你講洪建議那些東西是真的 筆記什麼 那個筆記什麼都是真的 但是蔡壁魯的回應是非常虛 他說如果你是真的話 你就送給司法單位 還有你用明朝的劍 再整清朝的官 這些你在回應什麼東西 我以前很尊敬蔡壁魯的 因為他這個人是一個好人 他跟柯碧跟了那麼久 他不會害柯碧 他有什麼說什麼 但是這兩招在回洪建議 現在有人都引到說 現在為什麼修理 開始修理這個蔡壁魯 因為最近有人在討論說 到底誰要接班 那根據投票的結果 就前三名 那最就是說這個蔡壁魯 黃國昌還有黃珊珊 那現在有很多講法 就是說這裡頭 跟蔡壁魯不同派系的人 故意丟東西給洪建議 來上蔡壁魯 讓他在接班人的聲勢 就憑空掉下去了 這也是陰謀論 我們也其實不要花太多時間 去討論這個東西 但是黃珊珊的部分 其實是滿重要的 剛才我們的討論 變成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是致函在這裡 太冤枉他了 他應該這個要讓他發揮 洪建議他又拿出來說 蔡壁魯2017年 在市場市簽的變遷 就是說要林中民 林慶榮跟金華城碰面 因為蔡壁魯那時候 在柯文哲旁邊 影響力滿大的 我覺得他的意思 也不是說要給蔡壁魯定罪 而是說你蔡壁魯 竟然跟柯文哲那麼熟 這件事情柯文哲知不知道 不是 我的回應你也沒聽懂 蔡壁魯的回應是 第一 我當然是有人申請 我就要做中間人 半年半日什麼之類 第二點 他說 我把安排他們的見面 是前半段的容積率 現在你們在調查的是後半段 那個五多 他們那個時候討論的是 392還是560 我覺得蔡壁魯這個回應 是沒有針對洪建議的質詢 我覺得這個大法官很聰明 就是說表面上說是核線 所以要讓這個反對黨 或是八成反對費死的民意 好像覺得贏了 但是實際上拿贏了面子 輸了禮子 大法官要求所有的法官 要一制絕才能夠判處死刑 這也是不合理的 在美國 我們在美國如果有陪審團制度 認定有罪無罪 必須要全體陪審團一制絕 但是退於良刑這件事 不是沒有一制絕的這件事情 美國也沒有這種所謂 要法官全體一制 才能夠去良刑的這種先例 所以大法官刑事上宣告說 不管是殺人 或者是性侵致死 或者是掘人勒俗 故意殺人 這些等等的情侵 強盜故意殺人 這些狀況你都不能直接 一定要最嚴重的情況才能判死 而且你還要所有的法官 要全部一制同意才能判死 他就是事實上讓你 沒辦法達到判死的目的 大法官特別點名的幾個案子 像黃春琦跟陳奕龍 他們是徐志強案的真凶 綁架了自己的朋友黃靖建商 將他殺害棄屍 在勒俗7000萬元 而且自白故意牽扯 不在場的徐志強 讓他蒙冤纏鬆21年 然後像林旺仁 他是他在基隆 女人心卡拉OK縱火 在卡拉OK入口處 投擲汽油彈縱火 造成五死八傷 甚至包括三個消防員 好 那剛剛其實 趙大哥有提到 那個金氏媳婦 他為了炸領保險金 把母親推下樓梯致死 再投毒婆婆置住院 然後最後也死亡等等的 這些案子其實都是 非常嚴重的案件 我覺得大法官其實就是 我不管你 我其實就是不要讓你判死刑 所以我現在就想辦法 把門檻提高到說 讓你根本不可能判死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大法官如果要說 要法官全體一致絕 才能夠判死刑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有更堅實的 法律論證基礎 他這樣決定以後 以後怎樣 現在就是說這些案子全部 他就是說因為你第三審 之前如果沒有 另外他有講 第三審一定要行延遲辯論 所以你如果之前 沒有行延遲辯論的案子 全部都可以去申請 非常上訴 他另外又特別點了幾個案子說 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幾個案子 說這個幾個案子 也可以去申請 給他總長去提非常上訴 所以換言之等於 目前所有Pending中 還沒有執行死刑案件 全部都可以翻案重來 以後的案子呢 法官會這樣 以後的案子在 他說第一個你在偵訊的時候 如果是類似的案件 一開始就必須通知 有律師辯護人在場 然後到了第三審的時候 你一定要開延遲辯論 也一定要有律師強制辯護 你只要沒有走這個程序 統統都無效 而且看起來 就是說他等於是告訴法官說 你一定要把死刑 保留到最嚴重的情況 大家本來都知道 但再加上這個解釋以後 一定會讓法官變得更綁手綁腳 他說什麼 看個案來決定什麼意思 在個案裡面到底是不是最 這個罪行最嚴重的態度 比如說鄭傑殺人罪 他271條殺人罪是核線的 可是你要殺到多嚴重 你才是可以判死刑 像我們剛剛講金氏媳婦 殺害自己的媽媽 殺害自己的婆婆 是不是最嚴重 可能就五個法官裡面 有一個法官認為不是最嚴重 就沒有死刑啊 這很簡單的道理 今天下午這個判決出來 我們其實感到非常遺憾 但是也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大法官就已經在鋪陳 民進黨政府就已經在鋪陳 他就是想要走廢死這條路 所以有條件核線 我要說 核線就叫核線 什麼叫有條件核線 文字遊戲不能變成是 政府操作廢死的一個空間 就這麼簡單 你今天講說有條件核線 其實實際上就是走向 廢死的一個狀態 跟過去到現在 歷次的這民調做出來 八成以上民眾是反對廢死 這就是背道而馳 所以在廢死 即便是民進黨有一些人 少數人的一個主張 或是意識政治型態 但我們要說 真的要跟民意作對到這種程度 所以今天出來 我只要拜託大家一件事情 問一下說 你選區裡面的立法委員 你選區裡面的民進黨的代表 你到底知不支持大法官 這樣的一個解釋 還有剛剛講到現在定驗的37個死刑犯 其中最久的是多久以前 就已經判定死刑了 24年前 民國89年的時候 就剛剛我們葉律師有提到的 這兩位的這個犯罪情況 89年就已經三審定驗死刑 但24年過去了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執行 而今天的這大法官解釋之後 會怎麼樣 就是他們這37個死刑犯 都還可以提起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要多久 不知道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37個三審定驗死刑的死刑犯 都還有失去的時間 而且如果說最後還需要 三個或五位的法官 全部都要同意的話 那根本就是遙遙無期 最後怎麼做 我覺得接下來 我們先面臨到的 新任大法官的提名人選 我們就一定會問 死刑 廢時死刑 是不是你們的一個意志 而即便是現在的大法官 今天的解釋的大法官 跟未來大法官 不一定是同一批人 或是說他們沒有這樣 參與的一個部分 但至少我們要問是說 大法官裡面的一個提名人 是不是你們也都是 想要往廢時的方向走 我們目前查到的資料 現在新提名的 七位大法官人選 有六位過去都已經有發表過 或參與過廢時的一個議題 跟主張 所以這六位很有可能 就是我們的待觀察名單 甚至我們否決名單 我想用一致的標準 以及用跟民眾 站在一起的標準 臺灣真的沒有廢時的空間 但今天這樣的解釋 其實非常遺憾 也是開民主倒車 我們更認為 這是民進黨政府 跟全國八成以上民意 作對的最好證明 我覺得今天大法官的判決 讓下一波剛才孟凱講 跟六個候選人的審查 更加不容易 因為他們這些候選人 就學得更圓滑 就依照他們的講法再講一遍 你知道國民黨團就不曉得 到底他這樣講是可以接受 還是不能接受 更模糊了 我覺得大法官怎麼可以 剝奪立法委員的權利 而決定不是幾分自己同意 而且要全體同意 這是立法 而這個不是法律的解釋 所以我還是滿脫無水 我們大一開始修刑法 修法院虛論就會講 刑法它有一番預防 跟特別預防 所以死刑的存在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特別預防 就是對其他的人 也會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是因為他被執行了 然後現在你是 民進黨是實際上的廢詞 因為30幾個死刑犯 全部不執行 你當你不執行死刑的時候 死刑哪來的嚇阻力 你不執行死刑 就說我們還是有死刑 還是有犯罪 所以沒有嚇阻力 這是說不通的 因為你不執行死刑 他當然就沒有嚇阻力 就說不通的 所以這件事 introduces到 寬子份 最終無聊 他操發 我們一定要 我這件事 以及我